韩国瑜他其实现在已经进到了 所谓的深水区了 民进党给他很大的压力 国民党也给他很大的压力 520之前5月17号在立法院场面 我觉得对赖姓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完全就是凸显出 他要面临的国会的困境 之前立法院是很喜欢打发掌的 女委员就是互相打发掌 以前管碧玲跟彭秀柱就是有打发掌 希望幕后聊新闻 这里是由TVBS连历媒体所制播的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 我是陆在家陆 希望透过我们节目带给大家 新闻时间背后第一线的观察 让我们有不同的看见 欢迎您的加入 立法院在5月17号 处理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挑灯夜站到半夜12点才休息 这中间的过程 大家新闻可能都看到了 画面可能都看到了 心里头各种感觉 有人觉得荒谬 有人觉得非常的激情 血脉喷张 反正就是这么多场的全武行 朝野有多位立委挂财 受伤送到台大 有人脑震荡 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了 那最后在17号当天呢 双方就是站到深夜 那最后呢 是这个场外 还有一些抗争媒体出现之后 好像气氛上又有一些不大一样 那双方主示者呢 都也一直都没有释出善意 我们录音今天是加入了这一场 特别邀请的是 TVS新闻部副理 请民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一次也是在讲立法院 对 上次也是讲韩国瑜 也是立法院 对 然后上次讲到你就说呢 反正这大选完之后呢 立法院就重中之重嘛 对 虽然确实如你所言 但也没想到重成这个样子 这样子 你要不要先把我们简单 懒人包一下 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 好 其实我还是要呼应 总统讲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新任的赖总统 他在5209之演说中 其实让我们跑国会的记者 很注意到的一句话 他就有提到 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要尊重少数 那这个就这段谈话 很明显的 大家就会联想到 5月17号的朝野冲突 那为什么会有这场朝野冲突 我简单帮大家回顾一下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冲突 主要就是 在野党这边 在这一次 因为他立委习次取得 是比较多数的状况 他想要推动国会改革 那国会改革 他大概含括 就是所谓的国会无法 那有几个包括了 就是国事报告的常态化 包括了取得 就是藐视国会罪 还有就是国会取得调查权 听证权 还有就是扩大人事权 以及立法院长投票的时候 要采取记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些都要透过修法 就是立委职权行使法 那按照国民党跟民众党 现在是比较多数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们在程序上面 就是比较强势 因为按照立法的程序 我们也知道 就是一读二读三读 那特别比较大家引起注意的 就是在委员会的审查这个阶段 那时候已经吵了好几次 而且委员会的审查 其实就是第一阶段的冲突 因为当时轮值召委是国民党籍的 他那时候就是把这几个条文 就是因为按照那个相关的程序 要逐条盛产 他就一条一条的去念 问大家有没有意义 然后民进党当然是有不同的意见 那民进党一提出 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国民党的召委叫吴宗宪 他就说好那就保留 他也没有进行后续的处理 他就保留 那怎么保留就是送到超野协商 那按照立法院的程序如果大家就有一些了解 就是会进入一个月的冷冻期 每一条 每一条 他提出了 有没有意义 他也不处理 他就是问 有没有意义 民进党就是有意义 那他的处理方式就是 好那我们就保留 所以做一个招委 他可以做这样的处理方式 也可以有别的方式处理 当然当然是有别的方式可以处理 那他用这个方式处理 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工坊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数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下 他选择一个对国民党或是民众党 他想要通过这个法律的一个 通过这条条文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手法 那因为他本身就是律师背景吗 对他检察官 检察官 OK 所以他可能就是非常熟悉这个法律程序 这些意识规则 知道怎么样透过 他们有算过时间 有算过时间 他们最主要其实就指标性的来说 就是所谓的国事报告的常态化 因为那时候大概就是有一个月之前 他们就是先把这个案子保留 保留以后进入一个月的冷冻期 刚好5月16、17的时候 他们可以进行表决 然后过了以后 就等于送给赖清德的一个大礼 那什么大礼 就是赖清德 你是不是要来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并且接受咨询 政治意还很重 其实那个时间是有一些计算性的 大家可能还是要有关注的人 才会去了解他其中有些妹妹嘎嘎 那时候就是国民党把每一个条文 全部都送去朝野协商 每一个都保留 都进行冷冻 民进党就 我讲粗俗一点很不爽 那他们怎么杯葛 他们就说好那我就散会 我们就把那个会议就是不要处理 也不处理 我也没有一个进度 我们就用散会 可是立法院就是比人头 不是比拳头 虽然后来大家比拳头 对 是比人头 那国民党加民进 民众党就是比你多 对 那一天的司法委员会 就总共表决了44次 对44次 应该是有破纪录 就单一委员会 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表决44次 而且还重复表决 然后民进党 为什么需要重复表决 有啊 我对表决有意义 我要提出重复表决 这是一个补救的一个方式 在立法院 但你也可以用什么方式杯葛啊 你的意思就可以一直这样投下去 可以投啊 可是只能一次 就是我表决跟重复表决 OKOK 然后total加起来44次 然后民进党全败 那当然啦 因为你人数就是比人家 比人家就少嘛 好第一这一关 就是在按照国民党的版本 好就是所有的法律 他也不处理 他就是交付草野协商 协商冷冻一个月 之后再说 好另外一个种下冲突的因素 就是民进党 他也提出他的对应版本 因为通常都会有 一个国会审查法案 他国会改革法案 可能有国民党版本 有民众党版本 也有民进党版本 有行政院版本 那民进党就说 好那我也要提 对 那提了之后 进到了司法委员会 也是进行逐条的处理 那国民党加民众党 就提案散会 他就提案散会 直接想好坏喔 对就提案 然后让他们的案子 没有办法出委员会 对对对 我根本不处理嘛 那就是散会啊 然后五次表决 五次全都输嘛 然后民进党都输啊 所以民进党就 我觉得在他们心里 一定会觉得就是 就是很 被你们定到 对对对 因为立法院过招 我就是 而且你会想象 你未来每一个争议的 就是这样子 法案都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是 民意的一个展现 那按照民进党的说法 是说 国民党跟民众党 特别是国民党 是用程序性的 来对他们进行一些 技术性的杯葛 他们就 就不满意 不满意 然后最后到了 按照程序就是 保留的这些法案 要经过一个月的 冷冻之后 就是在这段期间 要进行朝野协商 那谁主持 就是韩国瑜来主持 那按照民进党的说法 是说 在这段冷冻期间 韩国瑜并没有 进行朝野协商 就强制进行表决 就送到5月17号的 大家想到的那一天 发生冲突的那个表决 他们就觉得 韩国瑜处理意识不公正 OK 处理意识不公正 可是 就我们的了解 其实 韩国瑜还是有 召开朝野协商 不是没有召开朝野协商 之前我新闻当中 有播到啊 对 然后那时候 按照我记忆所及 跟韩国瑜 透透出来的讯息 因为那时候 都有公开直播 现在朝野协商 都有公开直播 以前当然就是 屁事密谈 大家在里面抽香脸 屁事密谈 现在都有公开直播 公开直播情况之下 韩国瑜也让 民进党的干事长 吴思瑶 就是 你可以发表 你发表意见 按照他们建立的一个 一个惯例 就是一个 委员或是三长 就各自 一个人 就是三分钟 这他们自己 有一个惯例 希望能够 让那个效率 能够再快一点 那韩国瑜也让 吴思瑶讲 听说讲了快 二十几分钟 那整个 讲了二十几分钟的 过程当中 按照国民党的认知是 说吴思瑶 都没有讲到重点 那 你觉得他没讲到重点 所以他自己觉得 有讲到重点 对 可是因为 惯例十三分钟 对对对 我已经让你讲了 二十几分钟 然后都没有进行 实质的 条文的审查 或是条文的讨论 那韩国瑜就休息 就休息了 就是等于是 close掉了 这个朝野协商 close的结果就是 五月十七号要进行表决 就直接来表决了 就种下了三个 这三件事情 让民进党就觉得是 所谓的黑箱作业 然后是所谓的程序不正义 然后他们就用 这种的方式 在立法院进行 强势的杯葛 可是国民党 也不是省油的灯啦 因为五月十七号当天 他们大概也都知道 民进党要玩什么法系 所以他们其实前三天 就在议场面 议场前面 就开始每天 轮班 三天都住在那个地方 就是委员住在那个地方 议场门口 他们要把第一个案子 就送进立法院 院会里面来进行讨论 他们要保证 这个案子要 在今天讨论的到 对讨论的到 而且要三读通过 这是国民党打的如意算盘 他们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 应该是说在 程序的时间里面 完成了 国会改革法案的三读程序 这是国民党 跟民众党的立场 可是民进党的立场 就是我不能让这个案子过 因为对他们来说 就是立法权扩张 第二个 也可能会让赖清德 比较 可能面临这个 到立法院进行国事报告 甚至这个 急问急答 一问一答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可能要避免 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 是违宪 所以他们采取 各式各样的 杯葛手段 那所以才发生了 5月17号那场 九场 九次冲突 九次 你那时候提 刚刚我看你开场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大家怎么 大家就想到 群众 观众看到这样的场面 是说怎么 对啊 就有人可能觉得很荒谬 有人可能觉得很激动 很荒谬 很激动 对 我们也很激动 记者很激动 好久没看到这样的场面 那时候我想说 上一次打的那样 什么时候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有八九年没有打 我记得应该是 在省EKFA那次打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就我们国会的立委来说 其实我跑的立法院还蛮久的 这个对我们来说 稀松平常打架 可是中间有八九年没有打的 所以又来 你刚刚提到的 一方面是意识 为了大家怎么玩 二方面你刚刚讲到 违宪的两个字 其实我那时候 看这整个打架过程 我自己本身 我是属于那种 很怕冲突的那种人 所以我看到打架 我现在就觉得 有没有方法 不要大家这样打呀 大家能够好好讨论事情吗 那种感觉 那我就想到 是不是我们的意识规则设计 变成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种冲突 它一定会发生 或者是说 你刚刚讲违宪嘛 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好 就算违宪让他真的 因为你就数人头 你人头就少 他真的就违宪 让他违宪过了好了 那你还是可以到司法院 大法官会议 提出一些违宪的主张 再去做后续的 因为司法 我们毕竟行政司法 立法 不讲到五权啦 就起码讲这三权嘛 还是可以互相制衡啦 我就觉得一定要这样打吗 是制度上有什么缺陷 以至于这样没有办法避免吗 如果你要讲制度 就像你刚才提到视线 视线的这个一个turn 就一个程序 都是以年来计算 你完成一个大法官的视线 可能都是一两年以上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如果 譬如说赖清德去立法院 进行国事报告 那个政治效应已经是 就过了 对 因为每一个会期 都要进行一次报告的话 那早期已经 他可能已经进行两次报告了 那政治效应早就已经产生了 所以大法官就被 大法官的视线就被认为 时间要拖太久 那其实还是有一些 可以补救的方式 譬如行政院提复役 覆盖的复 不是那个回复的复 对 不是在一次 是覆盖的那个复 那如果行政院提复役 他觉得挚爱难行的情况之下 立法院要进行 在一次的表决 那可是如果表决还是没有过 就是还是在野党赢的话 行政院就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要遵守 就是要follow这个法案 你叫要种子 对 那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个 政治上的风险 而且很动荡 对 而且现在 卓榮太太刚上院 不要逼他下单 虽然我们总是觉得呢 新政府的第一位 这个行政院长 一般来说不会坐太久 但也不要太短 如果这样真的还蛮短的 破纪录了 可是你想想看 国外 例如说英美 像美国现在 他们民主共和两党对立 也是非常厉害 他们在 在不管中议院参议院 有时候这个国会议院 吵起来是很可怕 听证会你也可以看到 然后英国他们 上议院上议院 我印象当中 大家应该新闻画面都看到 他们吵架的方式 也是哇 脸红脖子 做喷口水这样子 他们是做面对面的 那个异常嘛 或是这样对嘲这样 可是都不会到真的打起来 台湾其实真的离上次打架 真的打得还蛮惨的 你就是八九年前 对 ECPA那次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一段长时间没有打架 大家会觉得 民主好像有一些进步 大家的民众对于民主的一些认知 对于立法委员的表现 可能会从不同角度去切入 而不是看他会不会打架 可是这一次因为 譬如说马英九执政之后 到了蔡英文时代 那个是一个完全执政的一个局面 所以民进党他是完全主导证据 甚至包括在立法院 他都是一个绝大多数的立委席 立委席次赢过的在野党 所以 没有需要打 就不需要打 就是怎么样都会过 国人扶着赢 那这一次赖清德 第一个 我觉得他可能也要立委行 因为一直大家都会认为说 赖清德就会面临一个 百分之四十的少数总统 他就是嘲笑野大 可能很难做 那他必须要采取一些协调的一些方式 可是这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的总统 赖总统 他的一个政治性格 他比较拼 比较冲 所以他在上 在立法院开议以前 不是有跟民进党的委员有吃饭 那那时候吃饭的时候 就说要画 要反手为攻 反手为攻 所以可能他在就职之后 他不希望剖脚 然后也不想要让在党牵着鼻子走 所以总要立出一个威信出来 那是不是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我们观察到 特别是赖系委员的表现 是特别积极的 不得不让我们有往这一方面去联想 你说打架出手 特别英勇的 我们观察大概就是 大概心系的 大概就是可能赖系的 甚至像部分区的立委 那这些部分区立委都是赖清德提名的 等于说是犯赖系 那表现的特别的活跃 因为我侧面了解 就是执政党对于在野党这次的 这么激进 他们也有一点吃惊 因为国民党一般 我们认为委员大概 我不一定用软弱 至少在打架这一方面 比较不再好 可是没想到这一次 他们是比较强势的 就是并不示弱 那甚至有几个年轻的 国民党的委员 还冲的还蛮前面的 跟党团有帮忙开过斗班之地 硬碰硬 就是这样的结果 这绝对不是好事 因为说真的 你赖清德520就职 可是如果是521就发生了一些 打架的一些冲突的一些场面 我觉得对于 我们怎么能用打架来祝贺赖总统就职呢 5月17号 520之前 5月17号在立法院的场面 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说 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非常 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因为这完全就是凸显出 他要面临的国会的困境 因为相较于蔡英文完全执政 那赖清德你就是嘲笑也大 那如果你嘲笑也大 不用协调的方式 而是用 我们要反手为共 对 甚至 甚至还有 外场都还有群众 对 这一点我 其实 你就责任政治来说 很难想象 就是一个执政党 因为立法院里面都是立委 这些立委背后都有民意 他们已经在做民意当中的一些 拔河也好 而且是最新的民意 对 外面有这群群众出来抗议 可是 你不能说他是民进党的 因为看出来 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刻意上的一些安排 就是外面的这群群众 大部分都是一些 可能像是呱吉啊 像是苗博雅 这些 大家认为他们立场比较偏绿 可是他们又不是民进党的 这样来回避所谓 当家不闹事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不你刚才讲 我其实心里我立刻就想到说 那接下来四年 立法院都会长得类似像这样 如果曹小野大的这个局面 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然后又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 执政党是用强硬的态度 在老柯的带领之下 我觉得这样的 这样的 所谓打架的新闻 可能我们国会的 国会记者会常常会要处理这样的状况 对 不过 我还不清楚啦 因为一直说我们的行政院长 新的行政院长 朱镕泰是调和那个 他的强项就是 他姿态放着很低 他可以跟在野党进行协调 那如果能够进行协调 那当然大家 其实大家不喜欢吵吵闹闹 因为你 吵吵闹闹你的国阵 你就没办法施展嘛 那反而舞台是造给在野党 那你要把你的第一任做出一些成绩出来 势必上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 比较柔软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我在想要如果从制度上做改革啊 例如说意识规则的调整啊 或者像英国刚刚讲 他们不是做面对面对骂吗 他们好像地上真的有一条红线 就你不能够超过楚河汗气 所以人家骂 肉身没有办法到对面 就没办法打起来这样 我觉得有没有办法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有可能利用这种方式来让表达 我觉得真的打到可能观众 已经不看他们的新闻的时候 这一天应该就不会 不过就像我们刚才有讨论到 就是现在又自媒体盛行 那现在每一个委员去开会的时候 不是带什么水壶啊 带什么公式包都是配一个GoPro啊 或是配一个密录器啊 都是全程直播 因为他要对他们的支持者交代 他的讯号直接就送出来 就里面直播出来了 对啊就直播出去啊 就在他们 因为现在每一个委员都自己的YT频道 他要对他的支持者交代 特别是区域委员 那他要告诉他的支持者 或他的选民他有做什么事 他就有一个GoPro 或是一个直播的一个装备 然后在议场前面 都是那种POV 就是那种主观镜头 可以看到出来他们在干什么 那你自己是试想 如果发生打架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在打 然后我一个 我带一个直播器 我躲在后面 这个你教他怎么去跟他的选民交代 对 大家不喜欢打架 不喜欢暴力 不喜欢冲突 可是目前是不是我们在 还有一段的路 大家要去适应 去适应 去调整 我们就不要看打架 我们就要看法案 可是看法案 我如果讲白一点 收视率就通常都不会太好 这个真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做记者 做新闻的很两难的 因为说真的啦 我们刚刚不是还懒人包了一下吗 如果不这么一打的话 大家也不真的不会去关心到这个什么国会改革法案 什么之类的 是 因为你记者也要对于这个法案要非常非常清楚 这当然是我们的工作啦 那可是如果是说 我们我们做新闻有个所谓黄金七秒钟 黄金八秒钟 前面就是放最精彩的画面 后面才会放一些可能实质上的一些肉 那可画面会越好看 越会往前面推 那所以 这就是一个告诉大家 辨视新闻要看画面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以画面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那怎么去调整 就是大家不要去看大家的新闻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我们 所谓的国会记者的专业 知道法案的一些进度 法案的一些 告诉大家 对 这真的是诚实话 我每天早上进来呢 就是第一件事情看rating 看rating就来看看 今天好或不好 那我们昨天播了什么东西 你一旦知道这个事件 大家反应这么的冷淡的时候 你就会自动立刻缩小 我跟大家报告 如果我今天是做国会改革 无法做成一条新闻的话 我其实是怀疑很多人 会有什么人会看 对 那我们要 我们当然有一些技巧 就是会把一些 可能立法院的一些工房 放在前面 后面再带一些 法案的实质内容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做新闻的一些方式 那可是 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 大家要看的是一个好看的新闻 不代表说 我不能说这样是不对的啦 可是因为就像你讲的rating嘛 rating这些考量 这真的每个行业 有每个行业 就是难为之处 对对对 也是必要啦 对 但我回头也想 了解一下 就是以像这样的场面来说 立法院 这个韩国瑜韩院长 他是到底能或实际上 他也没办法扮演什么角色 韩国瑜他 其实现在已经进到了 所谓的深水区了 对 就是以前当然是甜蜜期啦 就是刚接院长的时候 大家可能关注他的就是一些 吃水煎包 因为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些话题 可能比较 大家比较 花絮一点的 个人的 个人的 对对对 可是因为他现在 这一次的国会改革 无法就是深水区了 因为民进党也没有 再给你客气了 因为他就是要逼你 必须 他就会扣你帽子 就说你 就是黑箱作业 就是你 处理意识不公正 所以这时候 韩国瑜我觉得他是更两难 然后因为他一定要 把这件案子处理的好 各方都要 各方都能够接受的 的状况 因为他在立法委员的 任内的经验 其实都 就很早之前 对很早 他当院长的协调功力 大家现在才要看 有没有展现出来 对 所以 我觉得民进党给他 很大的压力 国民党也给他很大的压力 那以前王金平的处理方式 就是 他就是避免冲突 一遇到冲突 就是朝野协商 那可是 朝野协商局面 就是 那个 那个 程序 或是那个进度 就是效率 就会拖得很久 那看大家是要 效率拖很久 然后比较 不会有冲突的场面 还是必其功于一亿 目前看起来 5月17号的 国会改革无法 是希望能够 必其功于一亿 可是 这一次 踢到了铁板 就是 也不是说踢到铁板 就是遇到一个 很大的一些冲突面 那韩国瑜之后 是不是还是朝向 朝向 这样的方式去进行 那就是韩国瑜的 学习跟成长 对 可是 到了5月17号 就是我们录影的这天 5月21号 的确就会有一些改变了 民进党是一直认为 是说 所谓的 没有讨论 就不能够进行表决 对 那今天就安排 进行讨论了 那只是有限定人数 譬如说 一个党团 只能限定一个人 因为国会改革 无法 中间牵扯了 大概60几条条文 那你如果每一个人 都去登记发言 那太长了 那个绝对不可能进行的 所以 按照意识上的一些 可能 韩国瑜他的 赋予他 朝以协商的一些权力 跟朝延能够达成的 默契跟共识 就是一个党团 一个人 那这也 的确完备了 所谓逐条讨论 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讨论之后 大家 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那怎么办 进行表决 对 所以 那表决回头 还是用别人头啊 那可是程序就完备了 程序就完备了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之前的程序不完备 可是 民进党认为 程序不完备 国民党认为 程序是完备的 好那大家 如果各退一步 那我再用一个 每一个人再 出来发言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就补足了 那个程序 让大家都没话讲 那这可能就是 韩国瑜 他想出来的一个方法 对 所以 让这个程序 补足了以后 这个法条 这个国会改革无法 就可以 往下一个阶段进行 用这样的方式 来逐条讨论 对 这种方法是 韩国瑜 他是立法院长 他可以提出来的 对 他在朝野协商的时候 就可以提出建议 那你说 国民党说 我已经有逐条讨论 那可是民进党说 没有 好那 那我们就来协商 那我们在大院 就我们就派每一个委员 出来进行再一次的 讨论跟报告 我把我自己 对于这个法案 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我们一个人讲一个 讲一次 然后有限制时间 限制时间 那当然可能会 拉长一下下 可是我觉得 这样来说 如果能够让程序 能够让这个 修法的步骤 能够进行下去 也不实施一个 解决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在看 立法院长这个角色 韩国瑜这个角色 能够做什么 不是单看说 他在冲突发生的时候 要不要动用警察权 这件事情而已 其实最关键的 还是在朝野协商 老王最厉害的 还是在朝野协商 可是以前是在闭门 闭门的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 里面在有一些 什么交换条件 可是现在全程开放 全程开放 其实韩国瑜 要处理议事班 处理朝野协商 其实是更困难的 所以你刚也提到了 包含朝野协商 从过去到现在 很大的变化 你自己跑立法院 怎么走 你觉得现在立法院 跟过去 就是从一个脉络上去 让我们理解的话 像这样的场面 过去我印象当中 就是朱高正 那个时候 1988年 对不对 那个时候 长得那个样子 跟现在也不大一样 例如说 在以前我们好像都觉得说 立法院好像委员们 打完之后 结束 他们好像可以一起去 喝酒喝茶 对不对 对对对 跟现在这个 应该也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就拿1988年的那一次 朱高正的 就等于是国会的 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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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拳 是脚 对 他不小心踢到 第二刘阔财 对那时候的院长 他处理中央政府 总预算 他就跳上了主席台 然后就不小心 他跳下来的时候 不小心踢到了 那个刘阔财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 有这样的动作吗 只有他一个人 对 那结果国民党一群委员 就冲上去 对他拳打脚踢 对 包括了我们的 现在的刘阳阁 哦 是体中之一 对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 最会打架的就是 绿的当然就是像朱高正 对 或者是这种 因为他们那时候年轻 对 然后又 有满 满腔的改革热血 然后又对于所谓的 万年国会 充满了不满 所以他们的那个 拼劲是很强的 那国民党方面 那些 所谓的老 老立委啊 老代表他们会打的 就是军系 军系 就黄复兴的 或者军系 所以那时候 一开始在国会打架 其实那时候还没跑 你看你讲1980年 我稍微算一下 36年前 对对 我那时候还在念书 那时候我也很小 我在念书 可是我那时候 还蛮喜欢看这些新闻 我就喜欢看这些新闻 所以我就 还蛮关注的 然后后来 当然跑国会以后 就问一些老前辈 就是那时候 发生的一些状况 所以就是 我知道啦 那天打完了以后 朱高正还跟 他就打完了以后 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了 因为也没有人去声援他 民进党也没有人声援他 那国民党这边就打完一群人 离开了以后 然后他们还一起去喝咖啡 朱高正跟他们一起去喝咖啡 应该是说 他们在立法院的群仙楼 二楼 那边是一个咖啡厅 各自有一桌 各自有一桌 可是本来以为是说 我们打完架了以后 会怒目相识 对 或是看到你 我真的恶狠狠的 对对对 可是还好 大家都维持了一个 还算平和的 表面上 有和气吗 至少没有 没有是说 我在咖啡厅 然后P一个第二站 是没有这样子 大家还算平和 然后他们还 我听以前老前辈讲是说 那个朱高正去上厕所的时候 旁边还站了一个打他的委员 然后朱高正问他说 你刚才是不是有踢我 然后那个年轻的 那个国民党委员还很慌 就很紧张 就说没有没有 我没有踢 可是他就是那时候 他的确是有动手动脚 对 所以以前 因为立委以前是三年 后来变成四年 大家在立法院都是相处 都是好朋友 都是同事 虽然有党派之见 可是你在相处 你也知道我们在一起相处 总是有见面三分情 所以早上打架 可是打完架就没事了 那以前常常 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 就是有委员 委员他们就是很喜欢去 旁边以前是来来 起来登 以前叫来来 他们就会中午就会去 吃饭喝酒 不同党的 不同党一起喝 一起喝 我那时候也是听一个老前辈 讲的故事是 有一个大老级的国民党委员 他就准备 他一手就提了半党 白兰地 对 白兰地 然后在场的就包括 国民党的委员 然后在野党的委员 民进党 然后还有记者 然后就说 这半党不喝完 不准离开 对 而且是用公杯喝 中午啊 中午就开始喝 他这边下午有什么重要表决 他意图不轨 想把大家灌催 下午的表决 大家又没办法 以前就一起喝酒 而且以前打架 其实也不是以前 其实立法院的限定 就是打架都是早场限定 就是只有白天 就是12点以前 记者要赶12点的新闻 他们就打到11点 之前立法院是很喜欢打巴掌的 女委员就是互相打巴掌 以前管毕林跟彭秀柱 就是有打巴掌 邱毅也有打李庆华 一巴掌 如果大家都还印象很深 对对对 然后还泼水啊 然后后来 邱毅也被许淑华打一巴掌 就是那时候立法院就变成巴掌院 就在趴来趴去 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情形 可是打归打 也真的打出过 打到流血事件出来 对 有过 真的很严重 我记得在 其实最严重的就是EKFA那一次 然后那时候 吴玉生跟 黄伟哲 黄伟哲 黄伟哲大家对他印象就是很斯文 对对对 然后很Nice好好先生 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那一天就是 我觉得他可能M grease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在朝野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拿了一个计时器就随手一挥 一丢 嗯 然后就丢到了吴玉生的眼角 吴玉神当场血流入住 因为这件事情 黄伟哲被判刑了 拘役55天 真的有 他那个是在大院发生吗 在大院发生的 然后吴玉神坚持提告 因为黄伟哲虽然后来有道歉 说他不是故意的 那还是过失啊 而且真的就是被拘役55天 当然是医科法经 这件事情也走到了 法律上的一件事 然后另外像是 如果还记得 有的是在处理NCC的案子的时候 国民党那时候的张硕文 也跟民进党的李明宪委员 台中选出来的委员 也是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可是他们应该不是互打 而是都被打到眼角流血 那时候都有见血 所以立法院 有的时候你说是打假的 也不是 大家有时候真的 杀红了眼的时候 可能也是拳头不长眼 流血冲突常常发生 那你刚刚讲说 他们即便这样打呀 之后还是一起喝酒啊 吃饭 那是以前的 现在还有办法吗 现在看起来 好像比较没有 因为我后来跟委员一些应酬啊 都是蓝绿各自的 然后就是比较 大家越分越开了 比较 虽然在立法院里面 可能还是点点头啊 微笑 就是没有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可是好像没有 倒没有像以前这么热络 感觉起来好像不大会像以前喝酒啊 有点拨乱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还是回到了 民进党执政时代的 就是一党独大 那时候就是变得完全执政 民进党 国民党就完全弱化 那整个冲突就发生不起来 虽然 国民党也想要去杯葛 但你实在是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 那他们就有一些创意 有一些创意 我就用道具去引起注意嘛 所以立法院就常常 又是丢水球 有记得 丢面粉 最恶心的是 那时候要 应该是美猪还是美牛的时候 丢动物的内障 都有 所以立法院臭气熏天 这个我们立法院 跑国会的记者 真的什么都看过 你自己这几天 有没有稍微 这个民间朋友问一问啊 一般民众到底怎么样评价 这一次立法院的冲突场面 我觉得大部分人看到 还是觉得好笑 大家我觉得明智已开 大概也都知道 各自在玩什么把戏 然后只是大家凑热闹 因为可能平常工作也很辛苦 看到有一些比较动态的场面 就会 八点脑再看就对了 追剧 我看我很多朋友都说 要全全倒肉 这样不行 这个真的是鼓励暴力不行 但是这反风啊 对啊 就是一种反风 我觉得大家大概知道 蓝绿工坊 为了各自的立场 那彼此有一点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用演的 这样的一个成分 可是的确是有 支持者或是选民会觉得 是不是就在 又是在演了 对 那新的赖清德政府的第一站 然后竟然打得这么轰轰烈烈的 所以这个会不会为接下来的四年 该我们讨论的 种下一个恶果 你觉得赖总统他自己能做什么 因为你刚刚讲到卓文泰卓院长嘛 他感觉才个性上好像可以去跟大家交通协调一下 可是赖总统他表态很重要啊 例如说你刚刚讲到说 他说反手为功是不是 对对对 你看这四个字 军令一下 大家就哇 他讲了反手为功 他也讲了少数服从多数 可是大家听到的都只是我想要听到的那一句啊 所以你国民党强调 不过我觉得关键点就是看 五月二十一号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表现 我个我个人认为是 有在收 有在收了 今天画面上看起来就大家热热闹闹的 举标也举标也表态表态 但是我们不要动手 我们不要保持身体上的接触 我可以用声音 我可以用道具 然后用一个技术性的一些杯葛 我觉得动手就不对了 对 只要是动手就不对 尤其是在大约那种场合 所以你觉得赖同标 他还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来缓和这样的气氛吗 当然了 他应该 因为 其实因为他就是要约束自己的 自己的内部的人 对 毕竟他是执政党 因为 接受立委的监督是他的义务 他必须要接受立委的监督 那你要让 圣令能够宣导下去 你当然可以是表达我的立场 表达我的立场 可是 因为你面临的就是 百分之六十 对你的自走 那你就要发挥你的智慧去 在百分之四十的这样的实力之下 你怎么达到你的目的 不是打架 绝对不是打架 就是用别的方式 是不是 有一些 交换啊 或是一些沟通啊 来达到你施政的上的一些目的 也很好 前面上礼拜 我们是找江寅来聊嘛 比较从人物侧协的角度 那当时也谈到说 赖金德他个性就很硬嘛 我刚刚当时是讲说 硬可以解释他折三固执啊 但你也可以解释他没有办法 跟 那就看哪一个立场 没有办法沟通 对不对 所以就我们且战且走 且观察这样子 你自己在政治的 新闻海景第一排 新闻海景第一排 对 你这几天看了之后 信头有些特别感触吗 我会觉得 怎么又回到八年前 对 八年前我们还是年轻小伙子 可能热血烹血喷腾 然后看到这个画面 可能是用跑的 去做新闻 现在就开始拖着我的牛布 怎么又来 很无奈是不是 对于这种政治现况 可能年轻记者还 比较少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看了二四年 对 那当然 每一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打的方式不同 可是本质都是打 打的状况 你就会觉得 本质是一样的 那就表示 这二几年来 其实没什么进步 我自己看了 我其实信头蛮难过的 然后我信头 有个感觉是 当我们的国贵 总是这样乱糟糟的画面 呈现在国人眼前的时候 其实有好些 真的是专业优秀的人才 他会更加避免 去参与到政治的任何活动 前一阵子 那个斯洛伐克的代表团 他到我们的立法院 到立法院 我们当然习惯就拍个打卡 打卡照 然后要在脸书上po 然后他们在立法院 就是比出在打架的那个姿态 斯洛伐克的代表团 然后我们的委员 还竟然配合他 去做一些掩饰的动作 这个 呃我们的形象 在国外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像你讲的 有一些真的专业的呃 特别是学者型的委员 或是说有志从事政治的这些学者 对对对 他看到这样的场面 他怎么会敢 就是不是对于政治性这么高 但是真的有某一程度的专业 或者他的他的专长领域 对 是是真的很值得 呃 大家可以敬佩的这种人 其实他是不愿意的 所以像我自己呃 私底下有别的节目在采访嘛 近期有访过的两位 都是不分区 刚好一个国民党 有民党 国民党是这个格如君格委员 对 民党是张亚廷委员 那一个是在科技领域 然后另外 对对对 宝博士 然后另外一位是在呃 跟孩子啊 或是家庭啊 这种呃 我觉得 你就会心里想要说 如果有多一点 真的很专业的 然后真的对于他所处的那个产业 非常有心 想要推动 想要做事的这些人 如果老是在电视上 看到他打成这样 对他的形象有伤啊 对对对 因为他走出去就说 按不是就打架的位置 对啊对啊 所以他还说 他好 在他自己专业领域 他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何必躺这场魂水 对对对 不过他在当立委 他有他的权利 应该负以他更多权利 去达成他想要达成的目标 可是就被打架这件事情 就模糊焦点 就会觉得很多 真的很优秀的人 会因为这样子 不愿意进到政治的场域 其实你要进到政治场域 你才就想讲 你手上才有权利 才能够真的做一些事情 那这就不是国家之福了 所以好吧 我们就一起努力 那我虽然是身为一个 晚间新闻主播 我们这位是我们新闻部的副理 但如果大家不想看这样新闻的话 我可以接受 你这一期就给我看 对 我们都会调整方向 对我们就会调整方向 然后我们就知道 打架没有用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再转回来看 好吗 好 今天非常谢谢琴 每次跟你聊聊 都会对目前的政治状况 能够更深刻的了解 我觉得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沟通 让大家看到 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你刚刚讲的海景第一排 跟我们除了看了这个热闹之外 实在是希望能够 透过看到 重新思考 然后有些什么 我们也可以去做的 促进这整个政治环境 可以更好 这才是我们对我们国家人民 才有帮助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聊新闻 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 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 欢迎订阅分享 并且在Apple Podcast 或Spotify跟母星评价 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 都可以点许愿池连结留言给我们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老宾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时再见